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位于万景的Angus Glen社区的一个四房双车库的独立屋 五年薪三千五百尺 是一个后向停车的双车库独立屋 转角单位 我们等会儿进房子周围去看一下 这个是进门的这个情况 它一楼是层高是十尺 左手边是一个dining room 这里是一个楼梯 右手边是一个会客室 它这个房子是总共有三层 可以看到一楼二楼三楼 门廊的调高是很高的二十多尺 这个living room里面呢 它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 可以放三个沙发 这是右手边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往里走 这里右边是一个洗衣房 和一个很大的一个壁橱 再往前 左手边这是一个podroom 就是客人用的旁边 也有一个壁橱 地板都是石木地板 右手边这个是一个library room 你可以看到这个顶也是比较高的 都是十尺的 一楼都是十尺顶 我们再往前走 这是一个open concept的厨房 它的这个炉头都是用着卧服的 living room也很高 它是一个二楼条高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living room的层高呢 是占了两层楼的高度 大概有20尺左右 它在二楼呢 走廊上是可以overlock这个living room的 这里living room有个火炉 这里是看到后院 这里是一个open concept的早餐区 转过来呢 这里就是它的厨房 有个很大的pantry 然后再往后呢 它这是一个后向停车的 所以走到后门 那个门是通向一个双车库 它的车库在后面 不过我们再转过来看呢 它这个橱柜呢 也是进行重新装修的 包括这个灯具 和这个applices 电器 从厨房看living room呢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里是早餐区 然后是厨房 然后我们顺着这里呢 往前走 这里右手边是冰箱 冰箱呢 它也是卧服这个牌子的 包括这个building的这个microwave 再往前走 这里一个很小的一个备餐区 左手边是一个 往上到下的做的一个pantry 再往前走 这个就是我们进门 左手边的living room 它做了这个墙裙 墙上的装饰裙 包括这个灯具 也是最新配的 这个房子的颜色呢 如漆呢 也是漆的比较暖色调 这就是我们进来的位置 好了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 左手边上来第一间 它是一个卧室 第二个 卧室 然后中间呢 这是一个双洗手盆的这个 一个卧室 这里有一个淋浴间 然后呢 这是第三个白质用 第三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呢 窗户都很大 而且都有这个壁橱 这两个卧室 第二个第三个卧室 是共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我们转过来看这里 它二楼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里可以做个sitting area 然后我们再往 再往这里走 它通过走廊 这里往左边 转过来呢 有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第三个bedroom 这是一个套间 它是一个转角的单位 这里有全套的这个 淋浴和这个洗手盆 然后我们出来的话 走到这里 这就是二楼大概的情况 二楼总共是三个睡房 两个洗手间 那这个是楼梯 就是下去正门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sitting area这一块呢 可以overlook 下面的这个living room 然后我们到这个三楼 看一下 三楼它 这是一个hallway 很小的一个位置 做了staging 三楼基本上进去以后 它就是一个主卧 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套间 主卧面积非常大 层高是九尺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小露台 可以放一些椅子在外面 做一做 然后这里是一个套间 主卧的一个洗手间 有这个tub按摩浴缸 和这个干湿分离的 这里是一个淋浴间 做的一个sower 然后这个门里进去 它做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toilet间 干湿分开了 这个就是三楼的主卧的情况 我们三楼的主卧 还有一个很大的walk in the closet 好这个我们再看这一条街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点击点赞 关注并且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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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